大家好 我是丁桂主 欢迎收看十一位柴辈的军令新闻 国公布局委将在全台6位行业鱼差飞弹的领域 其中在在军令官郭北京的空军基地也是其中的指挥 委出军令官议会国民党团 民意党团 相信党团 是在7个军令官议会提出联合结讯 并且表示 准备是在北断领域的旁就是后卫国体在顶区 有后卫国体代代便宜后卫议区 学校以及中科后卫训区 订定重要的建筑 要求军令官政府继续跟军后来交通 另外来找找适合的地点 我们要请教的是说 军令官是真的要建制飞弹基地或者是飞弹营区吗 国民党团 民意党团 行刑党团 在11月7号 军令官议会 向军令官政府提出联合结讯 更有保障议会在后卫议区的空军基地来认证鱼叉飞弹 国民党团 总教理理民提示表示 附近有变弹国体 中科后卫训区订定重要事实 对到时候发现战争这些行为需要的攻击目标 国家安全第一 我们都了解 而且我们在座各位我们都是服过兵役 我们知道没有国防就没有一切 但是有关于战争发生的时候 对方首先要攻击的毕竟是军事要塞 所以军事要塞又淋我们的这个精华区这么的近 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地点 那势必会造成严重跟惨重的损失 民意党团 辽委账以及婚姻官議長案件也表示 宣示专立来支持国防的发展 但是希望国防部能够再找出适合的地点 日常生活上大家都会比较恐慌 相信在整个国防的推动 当然我们只要我们是台湾的人民 我们都全力支持 但是整个设置地点要请我们国防部 要三思而后寻 关于国防的问题我们也不反对设置 但是这个位置的地点 应该是要请我们国家国防部 要再审慎一下考虑地点 婚姻官长专立先表示 雨差飞弹的雨后基里台幼是180公里 但是仅仅航卫到减海地区基里平均有30公里 委出广府也将继续含国防部进行旅行交通 雨差飞弹本身是属于暗制型的飞弹 也就是打舰艇的飞弹 它的有效射程大概110公里 所以我们国伟基地是属于一个内陆的基地 那这个基地我想在这里如果安置 雨差飞弹不但没有成效 我想针对国防部本身的一个专业跟经验 他们的评估 他应该设置在岸边比较好 面对到国防部队国防的推动 国议委员以及婚姻官政府也都来表示积极 但是大家的委员是感觉 买将雨差飞弹 颜区设置的好备点感觉不适合 留未来广府也将继续含中央来交通参照 既成交通参照